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欧洲这块土地上走出来了 那么欧洲的这个 我们曾经以前有一个影片叫 把它们称为叫海洋文明 所谓海洋文明就是 首先欧洲经济的最早的发展 是从海上贸易 海上贸易做成了全球化 全球化以后就是 可以分工更细 专业化程度更高 然后导致机器的使用 引发工业革命 所以我认为 就是全球化 在我的一些文章和书里边 我就讲到 全世界大概有三次全球化的高潮 第一次就是中世纪以后的 海上贸易的兴起 那么就是这块地区 然后第二次就是美洲大陆的发现 美洲大陆发现以后 欧洲所有的生产要素 往美洲大陆转移 那么创造一个起见 那么这一次 就是21世纪的这一次 我把它看成功 第三次的全球化的高潮 那么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 是什么呢 就是全世界 除劳动力以外 所有的生产要素 转移到亚洲地区 尤其是中国 然后中国的 13亿人口当中的 7亿劳动力 与 来自于世界各国的 先进的生产要素 资本 知识 技术 管理 相集合 所以创造了 全所未有的财富的积聚 所以现在全世界 到处就是Made in China 全世界 就是美国 刚才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个指标 我们没有解释 为什么美国的通胀力 整个九十年代如此之低 这个跟中国的贡献有关系的 现在你去看世界上 好一点的商品 价廉物美的商品 性价比比较好的商品 基本上 都是Made in China 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我到欧洲去的话 看他们的这个 一晶体的电视 我觉得屏幕不大的 这个大概25寸这样的 他们都是要2000多欧元 就我们这里2万多 然后中国这里 大概25寸的话 只是大概1万左右了 1万以下 可能是 而且还有神奇的是什么呢 欧洲人基本上 买那种20几寸的 29寸的或者30几寸的 42寸的那种一晶体 他觉得奢侈的不得了 几乎很少有家庭买 但是中国至少现在 至少在上海或北京 这些经济发达地区 买一晶体的电视 已经很普及了 很普遍了 有些家庭还好几台这样 这个欧洲人觉得 这个东西好像是发疯的 觉得这个东西 好像你太奢侈了 怎么你家里 弄那么多个东西呢 他们看的电视 就是小电视还是 当然人家电视也不看 话又说回来 他们钱什么 投在大量的旅游 看电影 看博物馆 你们要跟欧洲朋友们 交流的时候 大家注意个事情 千万不要讲 我很喜欢看电视 你想很喜欢看电视 人家马上看不去你 他觉得这是 没知识的人干的事情 他们有知识的人是什么 出门的时候 包里面总共有一本书 不知道你们现在 有没有这个习惯 坐地铁 坐车子 这一空下来一本书挡开 阅读 他们你去看都是很普遍的 在飞机上也好 在哪里也好 就是阅读 然后你跟一个外国朋友说 我不看这东西 我很喜欢看电视 完了 马上看不起你 他肯定看不起你 所以你们不看你 要说 哎呀 我不看电视 我就看书 这开玩笑 这开玩笑 所以这个欧洲这块地方 还是蛮神奇的一块地方 但是他现在 现在的经济速度 有一点慢下去了 他的整个总体的GDP水平 占世界的总额 大概一般来讲 原来的欧盟是五国 跟美国差不多 跟美国可能低一点 比美国总量低一点 那么这个数据 因为这是03年的 刚才我们看到美国是04年的 那么欧洲的版图上 最主要的三个国家 就是德国 英国 法国 那么人口德国最大 8000万 它的这个人均GDP呢 到了这个3万左右 总量是24000亿 那么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的 最近排名世界上的老四应该是 也就是说在美国 日本 德国之后 但是我们超过了什么呢 超过了这个 18000亿的超过了 还有超过了这个18000亿的 那么英国跟法国 旗鼓相当 18000亿 最近大概最多 最多2万亿了 最多2万亿 因为这两年的数据 我没看到 人均大概3万左右 也是 多是3万 所以他们是订 订欧洲中心的 订欧洲的一个平均水平的 好吧 他们订欧洲平均水平 那么欧洲比较富一点的 大家知道是在上面 又很神奇 北方的几个国家 北欧 很小的国家 你看瑞典 3万3 人口只有900万 这个最近好像我们黄埔加上 有他们死过来的一条船 对吧 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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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表示 中世纪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航海的 以及经济发展的一个 一个标志性的东西 那么 荷兰也不错 荷兰是1600万人口 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人均3万亿 那么欧洲比较穷一点的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国家 南欧 意大利也不怎么样 西班牙就更差一点 但西班牙比葡萄牙好 希腊 本来最穷的是希腊 但是希腊现在超过了葡萄牙 是不是奥用经济不知道 但是 欧盟对他带来了很多好处 就是欧洲一体化 给西班牙带来了很多好处 西班牙本来的人均只有一万左右 希腊 我说错了 希腊只有一万左右 但是这块地方又是文明的方圆地 大家知道 就是这么 所以就是这块地方 就是欧洲的政治文明 我们今天讲政治文明啊 应该来自于希腊 希腊的雅典 你今天可以看到这个石头上面刻着的什么 就投票怎么投的 非常民主的体制 那个时候就已经产生了 所以这个也是很神奇的 人类在如此早期的时候 当然它是个城市国家 城邦子对吧 它非常民主的政治都已经在那里了 然后这块海是叫爱琴海 爱琴海下面有很多的岛屿 这些岛屿现在旅游是非常棒 也可能所以希腊旅游经济非常好 这个从雅典出发的话 它每天有很多的快艇开到这些小岛上 那么曾经我是去过那些小岛 这个非常漂亮 非常迷人的 大概就是这样 那么现在呢 开始欧洲又开始东扩了 这个扩进去了 波兰扩进去了 对吧 下面的这个三个国家 波罗的海的三个国家 什么那套晚呢 什么进去了 那么还有这里匈阿利进去了 杰克河 这个也进去了 那么现在正在努力要想进入的呢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这两个估计很有可能 特别是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很有可能 这里是阿尔巴尼亚 原来跟中国非常好的 南斯拉夫等等 那么现在扩到这块地方有问题了 现在基本上欧盟停等了 欧盟东扩的步伐停等 停等的原因就在于 就是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非常的 对吧 这个 delegate 用个英文的词 delegate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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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呢 就他的宗教 他的这个民族的属性 这欧洲人很多人是完全不认可的 因为在这个国家里边还实行着现在的一副多气这样的事情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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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的这个尤其是宗教 因为他有很多人什么 伊斯兰教 那这个是欧洲说 说不能 那么从经济的发展角度来讲 这个这块地方肯定比这个要发展的好 重新去发展角度 因为宝教利亚很穷的 宝教利亚我也去过 宝教利亚他们的首都我去过 这块海洋是叫黑海 黑海 我在这个边上 黑海边上 一个旅游城市 我们去开过国际会议 那是很美丽的 黑海一点不黑 为什么黑海呢 因为以前这个死人死的比较多 因为他这个渔民在党鱼可能 那么就因为死亡了 他是这个黑海 整个就是欧洲的状态大概就是这样 如果他东扩扩到真的扩到土耳鸡的 所以上次这个欧盟这个宪法委员会的主席 这个叫徐哈德斯坦 对吧 到我们复旦来做一次演讲 我们复旦的学生蛮厉害的 当场跟那位前总统先生就提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他说你们欧盟这样东扩东扩 什么时候 他说成为我们中国的邻居啊 然后这位老先生就降读了 真的降读了 这个话 然后他就开始上海人说倒降诺了 因为你 你就想他如果再动扩过来 如果扩到俄罗斯不就是成为中国的邻居了吗 但是他绝对做不到这一点 大家注意啊 这个俄罗斯比这个还要复杂 比这个还要复杂 所以他现在估计就是停登在这个地位 基本上大家画一条线就基本上在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上欧盟停止了 那么欧盟当时的处刑啊 最早的处刑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大概是七万平平方公里的土地 就河比鲁三国 河比鲁三国是最早联盟 所以现在在欧洲的首都在什么地方 大家知道啊 欧洲的首都就在Berge 就在这个布鲁塞尔 但是呢 他在欧洲的这个 欧盟的这个 很多重要的这个机构呢 又被分散了 所以欧洲也很有意思 他的议会 就parlament议会在什么地方呢 议会在法国跟德国建党的地方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对 在叫斯塔斯堡 斯塔斯堡不是 不是跟德国建党 他是应该在比较 应该在应该在这些位置上 应该在这个位置上 在什么地方 斯塔斯堡应该在东部 议会在这个地方 然后他的中央银行 在弗兰克福 他的法庭在海牙 对吧 然后他的这个欧盟的首脑 在布鲁塞尔 所以他比较分散 比较分散 但是基本上 欧洲这样吧 欧洲大家可以看到 就这么一块土地 基本上跟美国相当 他的外貌和GDP的 在世界的比重 基本上差不多 生活水准 人均GDP 比美国差一点 但是 大家千万注意 我这个但是 他们的生活质量 我个人体会啊 要比美国人好 他们的生活质量是非常好 因为这个地方非常休闲 非常优雅 生活也非常优雅 没有像美国人这样的这种啊 效率很高的 或者比较辛苦的那种啊 但还是生活还是比较 文化多元 思潮也是非常丰富 我们从几个指标来看 他的增长率 基本上跟美国差不多 整个六零年跟九八年 比美国第一年啊 美国三点九是吧 美国三点九 他三点一 然后这个表现不好 最近表现不好 最近几年表现更加不好 所以欧洲的问题 可以引发我们经济学家的思考 就是说 要不要经济增长 现在法国有一个思潮 这是今年暑假 我跟法国朋友们在聊的时候 他们提出一个概念来 法文里边的这个 就是英文里边的这个 叫什么 economic growth 他现在提出一个词 在quassance这个前面 加上一个第一 叫dequassance 就是反增长 所以法国现在有一种思潮 就是反增长 要增长干什么 那么法国这样的国家 是可以说这样的话 为什么呢 他所有的建筑 祖先们传下来的建筑 足足够了 首先房子不用造了 而且他如果一造房子的话 肯定要有破坏 破坏了那个省市是不得了 因为他从中世纪 一直下来的这些房子 什么 现在是极其美好的 什么 这个旅游圣地啊 所以他都一点点都不能破坏了 那么现在 比如说我们中国 拼命在发展汽车工业 没能够开车 但是我这次到欧洲去突然发现 比利时是什么 比利时是现在 哪个人把车卖了 政府补贴 坐公交上班 每公里补贴 五毛钱 零点五个欧元 然后他都可以计算的 然后他们的政府机关 还有意思呢 政府机关鼓励大家 每个机关工作人员 什么去自行车 然后这个 自行车骑到单位里边 以后大家知道有汉 有什么了 对吧 那么上班他们还是 西装领带比较这个 那怎么办呢 办公楼下面 建淋浴房 每个人有个淋浴房 而且有一个小柜子 换衣服 然后去这次上班 去完了以后 淋浴完了以后 什么西装领带 上班 上楼 很美好啊 我想想 就体育锻炼于这个 但是这样的经济 大家知道 经济增长 没有办法增长了 汽车不造的 汽车没有了 汽油也不要了 包括荷兰也是这样 后来我们到 格纳利的大学去 对吧 他们的校长 是骑自行车的 后来他们的校长 请我吃了一顿饭 他也表示很重视 那么我期待着 一个很好的 这个吃饭了 对吧 没想到中午吃饭了 吃个八个欧元的 一个三明治 没任何其他东西 就一个三明治 他说我们荷兰 就是这样 中午就是一个三明治 后来我以为他开玩笑 后来经济学院的院长 请我们吃饭 吃工作餐 也是一个三明治 但他晚饭 还是吃得比较好 他们后来外班主任 正式的请晚餐的时候 那还是很精致的 非常非常这个 他就说 所以何来能够 法国人性格又不一样 他是讲究效率的 所以中午吃饭 他就是一个三明治 所以现在就是欧洲 有一个思潮 就至少对于这些 汽车 堵车 污染 这些东西 他们有一个深刻的思考 所以思考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说 经济增长的速度不要太快 但是生活的质量 可能会是很好 很好 所以他们的 荷兰的校长 去执行车 还神奇的就是说 荷兰的校长 拎了一个皮包 是他12岁的时候 读书的时候 他的爸爸 给他的一个皮包 后来我跟他们开玩笑 我说 首先你们的这个 指南也要非常好 我说我12岁的时候 拎的包 绝对不能现在再拎了 更也没有了 我说这个肯定是 所以他们当年的 这个皮包做得非常好 对吧 从他12岁就拎到 他现在五六岁 做大学校长还拎着 但是如果他如果做 所有的人都像他这么拎的话 经济还增长吗 你再想想看 一个包拎50年 你说经济还增长吗 不可能增长 不可能增长 所以很多东西都可以引起 但是经济学 要引起这样的思考 要引起这样的思考 那么欧洲跟美国比的话 大概就 所以你看 他有一个指标很高 跟美国比 大西亚两岸 这是一个非常 奇特的一个现象 就是他的失业率非常高 他的失业率为什么高 社会保障好 社会保障好 这些 现在听说我们有 新的一代中国的年轻人 跑到欧洲留学 留完学以后 什么 开始想办法不工作 赚他们社会保障的控制 有了 现在开始已经有了 真的已经有了 特别是女孩子 这个 因为中国的这个男孩子出去 不行的 还是要有 但是女孩子很舒服 他因为 想法不一样 到后来想法不一样 可能是 所以 不好意思啊 这里可能有冒犯 但是 确实有这个现象 这是我这次去 他们跟我讲的 因为有些就是说 在欧洲 它是这样 就是说 你只要证明 你没有工作 一千欧元 每个月一千欧元 一千欧元 就是现在的一万块钱了 在通过 但是你每年要写报告 写什么报告呢 就是说 找出你的理由 你为什么找不到工作 如果你没有这个理由 也不行的 但是总能编理由的 对吧 或者我去面试过 老板认为 我这个少数民族不行 或者老板认为 我语言不好不行 或者因为什么原因 那么你总会编 编理由 每年编 你编得好 每个月一千欧元 那么 然后你就说 生一个小孩 补贴多少 再生一个小孩 补贴多少 那么还可以 可以在那边 那边 那边 那么因为社会保障 如此之好 所以他的失业率 是比较高的 失业率是比较高 那么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率是低的 这是全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 现在 这个是欧洲的情况 那么下面我们把 我们的注意力 从美国欧洲 移到 这个我们的东部地区 这个世界上的这个 东方 那么毫无疑问 就是最为活跃的地区 就是这块地区 这块地区呢 现在有人 有一个法国学者 叫 François Bourguignon 不是 对不起 是另外一个叫西部鲁 叫François 西部鲁 那么这个人呢 提出一个概念呢 是 叫 亚洲的地中海时代 就当今世界啊 叫亚洲地中海时代 就刚才我为什么 欧洲特别强调地中海这块呢 因为 整个 世界经济是从地中海 发生发展 现在大家知道威尼斯 威尼斯是现在 大家讲到威尼斯的时候 脑子里面就是一个浪漫的城市 是一个旅游的城市 但是实际上 它 威尼斯产生的时候 大家知道什么 是一个商业城市 它是商贸最为繁荣的一个城市 所以 莎士比亚的这个 威尼斯商人 大家知道 很著名的是吧 威尼斯的这个运河边上的这个房子啊 实际上当时就是为了 一栋房子就是一个公司 它一楼是 一个船码头 近来是个仓库 二楼是一个办公室 三楼跟四楼什么 住家 所以一户人家就是一个公司 很完整的一个公司 而且你去看啊 那些非常美丽的城市 17 18世纪 19世纪 非常美丽的城市 一定是什么 经济高度发展 财富拮据的 这样的一个城市 那么后来一定因为种种原因 中心转移 然后保留的很好 我这次到欧洲去还看了一个这个13世纪 14世纪欧洲经济最为繁华的地方 就是比利时的叫叫布鲁热 布鲁热 我们中文叫布鲁热啊 这个你们以后有机会到欧洲去的话 这个城市一定要去看 非常美丽 它也是从贸易开始的 贸易开始的 那么所以他现在我们这个学者把这个称为亚洲地中海 当然这个不可能是地中海 因为它不是围起来的 根本没有落地围起来 这边怎么过去就是美国了 太平洋 但是他做了一个分析 什么分析呢 他就把就是说台湾 韩国 日本 到中国的沿海 包括最下面的菲律宾 这个不是菲律宾还是不是最下面 就是还有下面的这个新加坡 等等印度尼西亚 就是把这些 他用集装箱的这个密度 划出红线 以及航空的航班 旅客数量 各地项目之间的投资的数额 进出口 贸易额 全部连接起来 那你简直会感到非常的惊人 今天是这个世界冒发阻塞 在我们这里开会 在佛旦上午已经在开了 这天晚上我请他们吃饭了 下午我们还有 在一幅客气楼里边 然后今天晚上韩正市长还要请他们 这也是我们经济学院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了 上午我因为是上课这里 所以没有办法过去 那么 上课是第一的 上课是第一 那么这里的贸易 他们的景面程度 也是非常的令人惊讶 那么这就是东亚地区的经济 那么中国经济呢 等会我也会讲到 基本上最活跃的也就是这个区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对吧 就是珠江三角洲 长江三角洲 波海外地区 再上去就是东北 当然我们也在讲开发西部 Tibet 这就是西部了 对吧 西藏 但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遗憾的是什么 这边是中国的西部 跟美国的西部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那个是高山峻岭 高山峻岭 所以毛主席当时写诗的时候 很有气魂 无非你把这个山峰给撇掉 印度洋的暖峰给吹过来 那这块地方变了了 因为我们而且这个地方没有出海口 现在我们想办法就是通过巴基斯坦 是不是找到一个出海口 这里有个通道 铁路如果这样建过来 这个地方如果大通道 如果通了的话 西部还是有希望的 但是西部没办法通过它 它肯定不可能 所以我们现在唯一的就是通过这个通道 然后出来 到这里出来 这个不得了了 中东地区了 所以我们的中东战略 对我们也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这个大家要注意 这个地图是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我们中国很遗憾 就是这些都被封起来了 这边都被封起来了 所以中国的发展最好的就这一块 这次又可以看到 就是海洋文明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海洋这一块 没有海洋这一块 这个经济的发展是还是 所以地理环境非常要紧 所以讲到中国经济 我们再讲 那么这一块地区 最重要的国家 经济总量最大的 就是这么一块 所以 日本 这个亚洲还有一个特点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 这一块的南亚 这个从人的数字来讲 好像是东北亚的 比较厉害一点 经济的发展 从比较短的时期来看 经济增长 我们主要关注资本的增长 和劳动力的增长 技术的进步 但是从更长期的 实际上我们要关注什么 关注文化 关注传统 关注这个民族的特性 所以我刚才讲到欧洲的时候 荷兰人为什么经济增长 要比人家好 就荷兰的 他的这个新教 宗教改革以后的 跟欧洲南部的天主教 实际上是分离的 所以还是有他的一些特点 那么日本也是一样 就是日本经济 有他非常重要的 他的一些特点 他的人口 一亿两千七百万 GDP 大家可以看到了 四万三千亿 世界老二 现在老大 美国就是十几万亿 他就四万多 刚才我们看到德国多少 德国两万多 对吧 两万四 那他就是四万三 人均三万三 比欧洲的平均水平要高一点 这日本人还是很富 而日本而且在整个九十年代 停止了十年的增长 要是当时继续 百分之七的高度增长 这日本就不得了了 日本就不得了了 所以日本的定位 大家都会看到 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那么日本的 六零年到九千年的 GDP的增长 五点八 非常高 非常高 后面 大家可以看到 惨不忍睹 原因就是九零年 他的泡沫经济破灭 那么九零年之前 大家知道美国整个八十年代 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日元不断的升值 由于他的出口 由于他的工业 由于他的经济增长 然后升值以后带来什么 日本人的什么 自己炒房地产 炒股票 然后炒到神奇到这 就是日本的国土 是美国国土土地 价值的好几倍 这就是日本人 然后东京的房价 就不断的上升 然后他们在跑到世界上 购买大量的资产 房产 当时巴黎 山赖河边上的土地 被他们买去了很多 造了很多日本式的高楼 所以在山赖河的铁塔的下方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还可以看到一些 带有日本特征的那些大楼 现代楼 因为整个巴黎地区 实际上这栋楼还是很少的 这就是当年日本人造的 那么这群人的日本人 就是投资于油画 所以梵高什么这些油画 马蒂斯的 就是从几百万美元到几千万 然后到几亿上亿 都是他们炒上去的 就是有钱 人家有钱 但是有很多虚假的成分 有很多虚假的成分 那么这个泡沫一旦破灭以后 这个国家就开始很惨 参谈经营了十年 最近大概有点起色 稍微有点起色 那么最近呢 这个而且他们里面的政治势力 也就非常的复杂 右派 结端右派抬头 就是所以最近的这个外长 那个乱说话的外长 这个大嘴巴 现在要竞选自民党主席 对吧 包括就是那个目前的这个首相 就不断的参拜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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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国成色 这些都表明日本在演变 在演化 在演化 演化成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国家 非常奇怪的一个国家 那么 他的失业率很高 那么大家肯定会说 比欧洲低多了 比美国 跟美国差不多 但注意啊 日本的统计法 跟欧美不好比了 他的这个数字已经很高了 为什么 因为日本的这个 社会保障很差 所以有些人失业了什么 没有去申报的 还有一个 他这个找不到工作了 特别是女士们 就回家做家庭妇女 所以同样的一个数据 由于过情的不同 什么 他说反映出来的失业的状态 欧洲跟美国基本上可以一样的 没有问题 6%就6% 大家可以比较的 但是日本不能比较 日本大概在 你看他整个 在这里边我们看个数据 欧美在整个60年到98年的期间里边 这个数字是多少 是6 然后他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里边 这1.9 平均数啊 这1.9 你就可以想象这个数字是何等的高 对他们来讲 好吧 所以日本的失业率是很高的 日本的失业率 尤其是90年 泡沫泡灭以后 然后通胀 他跟欧洲国家不同的一个情况是什么 通货紧收 负增长 一个国家的这个价格 大家不要认为 通货膨胀很可怕 通货紧收嘛 前月来月值钱 好像大家都很开心 但是对宏观经济学家来讲 通货紧收 他所带来的恶果 不亚于通货膨胀 你想想 每一个人都想着 明年的十块钱比今年更值钱 我今年放着一百万 买两岁一厅 明年就可以买三岁一厅了 那谁今年去买房子 然后到明年也没能买房子 他想着以后房子还要便宜 钱还要值钱 那就完了 经济整个经济什么 就要逆转了 预期改变了 所以经济学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预期 而在自然科学里边的预期什么 是不改变自然界的运行规律 你比如说我们预期明天下雨 每个人明天出门的时候 带上一把雨伞 这个预期已经形成了 但是带雨伞行为 绝不影响明天下不下雨这个过程 但经济学不一样 经济学 我叫大家预期 明天上海的股市要上涨 然后明天大家都不上课了 多到银行里边把钱取出来 就炒股去了 股市真的上涨了 这就是人类活动的预期是什么 他改变这个结果 他改变这个结果 所以经济学的预期是内生的 经济学的预期是内生的 所以通货紧缩一个最坏的一个欧果 就是带来人们的对将来的预期的改变 对预期改变以后 而且进一步加剧了什么 通货紧缩状态 那么通货膨胀也是一样的 如果人们不断的预期的 未来的通货膨胀会更高 然后就不断的花钱 然后通货膨胀就更高 所以在治理通货膨胀的时候 也要消除人们的预期 所以做的比较成功的这些经济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政策啊 比如想像当年这个49年 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 台湾高速通货膨胀 因为国民党的党政大军 带了美钞带了黄金到了台湾岛上 这个岛上就是这么两千多万人口 然后就这么点产出 好一下子木甲就门长 而且49年大陆已经是高速的通货膨胀了 那么怎么办呢 当时台湾省的省长就是 层层就是提出来 就是用旧台币换新台币 换了新台币以后 他承诺就是不通账 这样迅速就把预期给消除掉了 把通账预期消除掉 所以台湾岛上就是通货膨胀慢慢的给平静下来 给平静下来 所以治理通货膨胀有时候像尼克松时期的话 70年代的时候 有一个极端的做法就是冻结价格 冻结价格其实很差劲的一个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 但是它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后果 是什么后果啊 就是彻底消除通货膨胀预期 人们就开始放心了 因为冻结嘛 国家的三个月里面物价就不动了 那么你至少买东西是什么 推迟到三个月以后嘛 对吧 这三个月里边就是理性生活 理性消费 是不是 所以经济里边 我们有很多的问题 需要这样的思考 日本经济就是 它的最大的问题 就在于通货紧缩 失业率很高 经济增长方慢 那么东亚 这个亚洲呢 除了日本以外 大家知道就下面这一块 那么下面这一块呢 我们分别分为 我们平时在讲的叫四小龙四小虎 对吧 那么四小龙呢 主要是香港 台湾 新加坡 韩国 南朝鲜就是原来叫 那么四小虎呢 就是菲律宾啊 印尼啊 马来西亚啊 泰国 是吧 主要是这个四小虎 四小龙四小虎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些四小龙四小虎的经济表现 那么整个七零年到九七年的表现非常好 香港平均增长七点五 这个新加坡增长八点二 韩国增长八点四 台湾增长八点三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世界上少有的 平均增长的好 那么这下面 马来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泰国 除了菲律宾差一点 都不错 都不错 中国是九点一当然更好 但是 九七年以后 最早从泰国引发 经济下降 紧接着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损失非常惨重 香港 韩国 也非常惨重 台湾问题不大 台湾很奇怪 当初问题不大 但是台湾到后来不行了 这就是阿扁上台了呀 阿扁上台经济不好 所以现在台湾人 对阿扁的痛恨 也是自然的 没有一个总统 把经济搞坏了以后 他指望人家支持他 不可能的 所以大家知道 经济还是最最重要的 你说是不是 他把经济搞成这么一塌糊涂 然后你指望人家 怎么支持他呢 对不对 但全世界大概总统被人家挡成这个样子 也就是他了 是不是 他还在问 被人家挡的这个 这个在欧洲也好 在什么地方也好 在民主的地方也好 总统的睁眼还是要的 他因为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 你想这个 程序变什么东西都把他抖出来了 你说这个 连你说饭店里面吃饭 发高报销都会抖出来了 这样的事情 你说这个 已经是彻底的威风着地了 威风着地 这我们不去管他 我们现在主要是讲经济 那么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呢 这个经济呢 慢慢的大概到了99年开始平稳下来 那么00年开始恢复 开始恢复 那么香港呢 也02年03年也出现一点问题 但是04 05年应该不错 最近又不错 最近他的这个房地产在上升 房地产在上升 这是这个东亚的大概的一个情况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中国的 中国的GDP呢 我们来看52年以后的一个情况 那么通过文章呢是看78年以后 因为78年以前中国没有通过文章 很简单 因为中国是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呢 也就是它的价格 都是计划价格 这里的下课的铃声听不到啊 你们哪位同学呢 听到铃声呢就跟我 已经下课了是吧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来讲中国 谢谢